岂有此理 曾老头 如果你蛮横不讲理今天这场会伤 无法进行下去 帮老二 发起这场会伤的不是我 要解散这场会伤的也不是我 你看个办吧 来来来来 我看是不是这样 虽然不能说翁大人所带的两份控告 与本案无关 但却不是今天会伤的主题 今天的会伤 还是要围绕秦柴大人的案卷 提出博弈为好 翁大人 您看 那好吧 那 翁某有个提议 请说 请说 林拱书郎中 是刑部浙江司的主管 对本案 研究的一定比各位透彻 所以 汪某建议 请林拱书郎中 对案中的疑点 提出博弈 三八五 复义 林郎中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行 不得人 你就当仁不让 等等 你今天是不是用喝酒了 卑职今儿还真忘了带酒了 别看这小子平常嗜酒入命 但是 醉人不醉心 心里有谱着呢 林郎中 好 下面就看你的了 卑职遵命 各位大人 卑职对此案提出 七处之意 各位大人 卑职以为 此案当中杨乃武的买批日期 是绝对不能含混的 在胡侍郎的复审案件中 杨乃武的买批日期 是十月初二 可在原供当中 买批日期 一直是十月初三 很明显 胡侍郎的复审 和原供不符 如果这一漏洞不能予以澄清 那又如何判定 杨乃武是蓄意谋杀 齐二 这审原题 有死者葛小大生母沈玉氏 在证词笔录中称 十月初四 有一个男人闯进葛家 调戏葛壁时 还差点被葛小大撞破 如此重要的情节 在胡侍郎的复审当中 却只字不提 是沈玉氏改了正言 还是问官查武此事 这一疑问 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三 在胡侍郎的案件记录中 小白菜原供 十月初四闯入家中 欲行非礼的人 并不是杨乃武 而是渔航之县 刘希同之子刘子汉 既然当事人有此故事 为何不见居传刘子汉 以及对刘子汉 任何的问询记录 这么大的漏洞 难道是出于问官的疏忽 其四 葛小大生母沈玉氏 在献审时称自己只是怀疑中毒 可是在辅审的时候 却说自己在盘处 小白菜与杨乃武合谋 毒杀葛小大的情节之后 才到县衙报告呢 这显然是前后不一 其五 胡侍郎在第一次审问杨乃武时 杨乃武曾监口翻供 称自己没有和葛碧氏有通奸之事 也没有给葛碧氏送过批毒 所谓药铺买批之事也并非事实 于此如出一辙的是 小白菜也是翻供在前 否认自己和杨乃武通奸谋夫 可是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 小白菜却供认自己和杨乃武同谋杀夫 杨毕二人都是翻供在前任供在后 这使人不得不怀疑 这是钦差大堂严寻逼供的结果 其六 麦皮人前宝生是本案当中的重要证人 可是问官为什么一路只取证人干劫为证 直至前宝生命必欲重 都没有让证人和主犯当堂对证 这张省线上成了一个案卷 那就是这件 取自前纪爱仁堂药铺的账本 同志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在这个账本当中确实是记录了 卖出红批四千文的记录 可是 这笔账目并没有记在账本的格子上 而是记在了十月初三 与十月初四的缝隙当中 明显字迹要小于其他的账目 那么很明显 这是后来添加的账目 那钱宝生为什么要在事后添加这笔账目呢 难道这不是欲盖弥账目 齐齐 小白菜的员贡当中 杨乃武的送批日期是十月初五 而在浙江省县原题 却变成了十月初六 而胡侍郎的复审当中 也是按照浙江省县原题录入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莫大的奇异 那就是杨家人在案发之后 到县衙秉塑 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 人在南乡 不可能给葛碧市送去批图 如果葛碧市初共是十月初六 那又何来杨家人到县衙 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 人在南乡的秉塑 如此奇异 这显然是有问官 恶意修改了日期 而胡侍郎却并没有对此事进行确证 综上所述 这七大疑点 使得此案支离破碎 难缘其说 如果问官不能对这七大疑点 一一问情说明就草率定案 必将酿成千古其冤 军心 任务 精彩 来 跟我来一下 把门关着 大人 怎么了 你对钦差的案件 有这么多的疑问 为什么不是先告诉我 我早知道你有这么多的疑问 我就不会同意召开 这样的三法四会审了 大人 卑职以为 即便是我刑部 对钦差大人的案件 不提出疑问 那他督察院还有大理寺 那也是要提出来的呀 不如我们先提出来 不至于被动 可你不知道这是 钦差大人定的案 我们只能找些兴许小的漏洞 奏请皇上 请胡侍郎做些补充说明 但前提是 是不能推翻 钦差大人的案件 是不能推翻 钦差大人的案件 这厉害关系 知道吗 那大人 我下不为例 这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你都宣靠出去了 下不为例还来得及吗 那怎么办呀 那还能怎么办 我算是毁在你这个小酒鬼的手里喽 大人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这个事 不管怎么样 都有他翁童和在前面顶着 这得罪钦差大人的事 就让他去做就好了 这三法司会商之后 不是要奏请皇上太后吗 那这个奏折 就让他翁大人去写 让他直接面对太后老佛爷 太后老佛要是怪罪下来 那也有他翁童和在前面顶着呀 也落不到大人您的头上 这倒不实为一招补救的妙棋 看来 你这个小酒鬼还不算含糊 大人 您不是说了吗 我是醉酒不醉心 别太得意了 以后把你的嘴巴把眼点 童善 你要出去 我去一趟翁府 翁大人不是在刑部会商吗 我知道 对了 我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你去吧 你去一趟 诸位大人 就钦差案卷中的遗案 林广书郎中 已经代表我刑部一一指出了 诸位大臣 要是有什么不同之见 不妨畅所欲言 林广书郎中的博弈 去尾存真 鞭持入礼 我等幸福啊 多谢诸位大人的夸奖 我刑部 一向奉行的事 以事实为依据 以枉法为准绳的办案原则 尤其是 事关生死的 人命大案 来不得半点马虎 可可可 不得半点马虎 方大人 有件事 还得劳驾您费 费心的 桑大人是想让孟永出面 给皇上 皇太后写奏折吧 对 对 对 您看这场会伤 是由您督察院挑的头 那么让您给皇上 皇太后写奏折 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可是在这里表个态啊 今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行路 绝不拖后腿 不过 有个前提 必须得有皇上和皇太后的御旨 汪大人啊 您看这给皇上 皇太后写奏折的事 您 汪某当然不让 我去看这儿 我在路上就想到你会在这儿 可果不其然 夏某在这儿恭候翁大人凯旋啊 看来满腹学位的下学士 有时候也是个急性子呀 为天地良心 你我彼此彼此 来啊 让厨子做几个好菜 烫糊好酒 我要留下大人吃饭 是 看来翁大人心情不错 想必是今天的会商修成正果咯 要说修成正果 那可还是路漫漫其修远系 翁将上下而求索 当年屈大夫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 如今翁大人为求真理 也将头顶天雷勇往直前 看来翁大人身上 还真是有些先贤风范哪 过奖了 过奖了 至少刑部这块绊脚石 我们算是搬过去了 如此说来 刑部的两位尚书大人 也把屁股跟您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 要说那丧老头和我翁某人 同心同德我不敢舍望 至少他不再坚持 按胡瑞然的结论举奏了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啊 通过这个事啊 我得十分感谢一位年轻人哪 谁呀 林泽徐大人的五公子 叫林拱叔 这个年轻人哪 不但有十分难得的正义 还有十分了得的断案手段 今天要不是他 那一番令人叫绝的推断 那个丧老头 也不会这么快地转变立场 通过这位林公子啊 使我体会到那句老话呀 叫厚胜可畏 这可是我大清的福音啊 葬某真没有想到 钦才大臣的案件里 还有这么多的漏洞 是啊是啊 听了林郎中的博弈 也让我吃惊不小啊 现在要维持钦才大臣的这个判决 确实有点难 可是要推翻钦才大臣的这个判决 又怕太后老佛爷不乐意 丧大臣 您不是已经走了一条妙旗吗 你把翁老二直接推到太后老佛爷面前 将来有了天雷 那就翁老二亲自去顶着 咱们哪 就见风使舵不就结了 官圣房门家里说话 当初太后老佛爷 就不该让胡瑞兰这样的一个外行 去复审命案 你看看 不伦不类的 僧大人 这事啊 咱们心中有数 心中有数就得了 今天散发寺会上初见成果 接下来就是让太后下旨 将此案重审 我却没有什么十分把握呀 弄不好 把太后得罪了 我只有效仿曲大夫 去跳江了 不会 什么 我是说 太后绝不会因为此事而怪罪于你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夏某相信 太后还是变得情中间的 只要我们把此案的事实真相如实上奏 我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为一个胡瑞兰 而做事我大清朝再出一个斗鹅的 你说的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可谁能揣不得透 咱们太后老佛爷的心思 事已至此 翁某人 没有可退之路 就是粉身碎骨 我也无冤无悔 翁大人 令夏某高山扬指啊 杨大姐滚钉板都月罕高 身报卖报了卖报了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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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给我水 给我水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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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报 身报 卖报了 杨大姐滚钉板都月罕高 卖报 小狗崽子又是你 揍了 我拿报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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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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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呢 你呢 来 拿 来 别抢 别抢 人人都有 别抢 别抢 大人 大人 一接到你的首领我就赶来了 大人找我有何吩咐啊 可可 这是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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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大人 可可上面写着什么 写着什么 杨大姐滚钉板 杨大姐滚钉板 那 都愿喊告 杨碧案北京城再起波头 这 这 这案子不是全挨录定了么 怎么 咱们怎么又 又闹起来了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姓刘的 到底是吃饭的 还是吃纸的 怎么又让杨建仁 跑到北京去告状去了 这回好 还滚丁板了 你说 如何是好 我 我怎么 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跑 跑北京城去了呢 你还问我呢 他们是不是从你的眼闭地下走的 你敢说你不知道 我 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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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 那你就是个死人 怎么 怎么不说话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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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死人 大人 您还说对了 我 就是个死人 儿子都没了 我刘家断子绝孙了 你说我还活着干吗 我 我活着那 那 那就是个行尸走着我而已呀 来吧 来吧 都冲着我来吧 千打五雷红 冲我一个人来吧 冲案是我做的 天大的事儿都有我一个人扛着 我刘锡同 我刘锡同 我刘锡同是冲案的始作雍者 看脑ни 看脑子在坐牢 都随着去 我这把老骨头活着有什么意思了吗 早 早 早 就不想活啦 冲我来吧 冲我来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的確有點頭疼 我早就説過 我這是要全力能夠得著 我早把這個小報官給封了 這在為誰張目啊 唯恐天下不亂 說得是啊 你看這個申報 都登了些什麼玩意兒 預料之中 忠誠大人 你說這些事情 都在您的預料之中啊 這楊教人不肯就此作謀 我也料到了 那麼幾個浙江的小秀才 想借此事揚揚他們的名兒 你既然早知道會發生這些事情 為何不未雨綢繆 早做提防呢 哎呀 你們也不要一個一個的 都是這枯桑的臉 不就這麼一件事嗎 俗話說是兵來將黨水來土吞 怕什麼呢 有什麼大不了的嘛 真是 可問題是 楊家親人這丁板一滾 十八學子公秉這麼一成 這塵埃落定的楊碧案 只怕是 又要塵渣泛起重新再審哪 塵渣是肯定要泛起的 不過 那也就是那麼幾個小秀才 想借此聰明鬧鬧事兒 還有 就這小報 想多賣出幾張報紙 跟著瞎起哄而已 終究不能支持 可是 要把此案重新再審 恐怕沒那麼容易了 你要知道 在咱們的前邊 還有一個傾差大臣 在那頂著呢 就算這樣 那傾差大人的官位 也只不過是個禮部侍郎 他能頂得京城三法司的壓力嗎 他三法司手勁再大 敢跟太后掰手腕嗎 這麼說 要翻輕差大人定的案 那還非得面對太后了 那當然了 太后是誰啊 這個老娘們啊 最愛護短了 她也最恨接她短的人 你說她能容忍 別人在她面前說 她用錯了人嗎 聽了忠誠大人這一席話 我這心裏可就踏實多了 陳志弗 劉志弦 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回報 那就請回報 是 劉志弦吧 咱們一塊吃飯 陪我喝幾粥 諸位大人進行 諸位大人進行 卑之告辭 劉志弦 你站住 這 這老傢伙 老婆還得一死啊 就跟變了人似的 將心比心 可以理解 讓她去吧 翁同河貴奏 為钦差 為大臣尋辦重案 為憑眾議 請旨提經嚴審事 此案傳聞一詞 已非一日 竟由十八學子聯名成空 直到此案 純悉地方官上下其手 相互回戶 以保頂帶而妙成 陳以為 為此案出入甚多 疑鬥甚多 若不研究實行 四海無一仰 聖朝明勝用行之意 故奏請皇上 准將全案戒經 將三法司延訓血旗 以朝平允而服人心 這個翁同河 他分明是說我 讓胡瑞蘭附身此案 是用人不當嗎 唉 這是個老臣的 一個個都認為他自己能行 別人什麼都不行 可你再能 也不能包辦朝廷所有的事啊 胡瑞蘭十幾年官居禮部 博學多彩 為大清朝廷考選遺彩 眼光非常獨到 他怎麼就審不了一個民間的小案子了 我不能讓這些老臣們 自以為師的情緒 得以滋掌 你指 你指 浙江民副葛壁市 因間謀逼本父一案 朝廷為慎重民命起見 特派胡瑞蘭侍郎 秉公研究 並言喻該侍郎 不得回戶同關 寒混結案 現在既今反覆殉究 案無頓事 已將全案共招奏交刑部 俊訴合議聚奏 秉承信宴 簽此 翁大人們 閣下奏行 將案子提經覆審的動議 被皇上駁回了 此案還得按著 親財大人的結論來辦 你 還不收收心嗎 不 撐入貴婦郎中 臨公書的博弈 親財大臣的副審結論 存在著多處的疑點 若按著漏洞百出的結論定案 那是草菅人命 可你這話在這兒說沒用 既然你想當仗義直言 為民請命的包龍徒 那這些話 你敢當著太后老佛爺的面去說嗎 你放心 汪某一定會向皇上和太后 如實秉奏 怎麼你還真的不想撒手啊 撒手 撒手等於獨職 汪某誓死不為 等等 汪某大臣 難道你真的聽不懂皇上的寓意嗎 皇上的意思 汪某當然聽明白了 皇上的意思是說 將此案交你刑部來辦 讓我汪某人不要再多管閒事了 既然都聽明白了 那還不趁早省省心 要讓汪某不管此案 楚非一樣 一樣什麼 讓皇上撤了我的職 罷了我的官 從此不捨官場 這汪老兒真有一股子不壯難強 不死心的倔氣啊 他倒是讓我想起一個人呢 是誰呀 為追求真理而跳江的屈大夫 是是是 這汪老兒真是讓人又恨又敬 老爺啊 出去 老爺啊 出去 再奏 為大臣 為秦差尋辦重案 為憑眾議 在此請旨 戒經申辦事 近日外奸一輪 問官言行取貢 犯人未行妄招 暗中多有不實 難成信念 為召大親民盛用行 須將全案提經嚴加殉咎 否則真相難以澄清 何以惜眾議而訴觀真 這個翁老頭 還真是來勁呢 你指 浙江民副葛碧市 謀逼本夫議案 既經胡瑞蘭钦差定業 提經覆審並無必要 若將外省案件紛紛提經 向也無此正題 且提案戒經 事涉紛擾 案內人正往返拖累 四不為妥 朝廷體恤民生 所請著悟擁議 翁同和在跪三奏 進的傳聞 都說 胡侍郎與福臣楊昌俊 速日相好 其辦理此案 外事嚴厲 終存偏袒 而胡侍郎本文臣 從未辦理行民事件 其受人牽制 不能平反 本在意料之中 好了別再念了 這個翁同和 真是膽大包天 一而再再而三地頂著 皇上的聖誉上奏 這回更是直接指責 钦差大臣不會辦案 胡侍郎不會辦案 這全天下 救他翁同和會辦案 他如此目空一切 簡直豈有此理 翁大人的措辭 的確是過分了一點 他既只是措辭過分 他指責胡侍郎那是罪翁之意 不再久 這次 他是要直接向我叫板呢 太后心怒 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啊 你是不是想說 這措辭失當 你這何止是措辭失當 你分明在跟太后老佛爺 公開叫板啊 你說對 我還真有這麼點意思 可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之前太后老佛爺 對你太客氣了是嗎 要吃完正 得下猛藥 可你下這樣的猛藥 何益於炎火燒身 孟大人 你為何要如此涉嫌 傷其失職 不如斷其一職 如其和太后繞彎子 還不如重錘猛藥 一下子住到痛楚 痛定死痛太后才會明白啊 良藥苦口利於病 可是 可是你下這樣的猛藥 難道你真的不計後果嗎 誰說我不計後果呢 後果如何 我早就想好了 太后八樓的官 那我就回歸林泉 種瓜種豆 從草祖劣也沒什麼不好 翁大人 您這麼做 說好聽的叫剛正不阿 說難聽點 就是不自量力自取滅亡啊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身在其位 必毛其政 只要我翁某人 還當這個督察院遇事一天 我就做不到對這種事麻木不仁 這是你給我的報紙 這個叫武林生的人是這麼寫的 在上者 若能淨思此案 又豈能容忍刑訓之弊 游行於中國 寫得多好啊 民意民生啊 謝老爹啊 我知道 我那個奏章啊 措辭似乎嚴厲了一點 我更知道 這個奏折一上了 一定會激怒太后老佛呀 這明哲保身誰不會呀 只要 我還當這個督察院遇事 我就做不到對楊乃武這樣的冤案 聽志任志麻木不仁 否則呀 我還不如回老家去種地去 不 我不能讓大清朝失去這樣一位鐵面玉石 告辭 你幹什麼去啊 進宮 你是想進宮找皇上和太后 為翁某人說情嗎 不 我要去向太后的火頭上 再澆一勺油 你什麼意思啊 你想讓翁某人死得快些啊 翁某人 你下你的猛藥 我出我的怪招 咱們殊途同歸 我怎麼就不能把他官扁三級啊 現在官扁三級 對他來講 已經是看在他是年過六旬老臣的份上客氣了 我要是不客氣的話 就直接銷他為庶民 讓他回家種地去 這在我大清朝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 奴才並沒有說太后不能貶折 翁玉石 這翁某人實在膽大妄為 理應給他一些懲罰 奴才說的是太后要是這樣做的話 恐怕會隨了某些人的心願啊 你指的是丁寶振吧 可不僅僅是丁寶振 恐怕朝中全臣一黨都會因為翁某人被貶官 而拍手撐塊的 太后明著按下這葫蘆 又扶持那個嫖啊 相比那些全臣派的交橫 我更不能容忍的是翁童河的直言犯上 可是 好了我意義已決 你不要再多說了 明天我就會對這件事做出處置 啟稟太后夏童禅大人求見 不見我誰都不見 是 等等 你說誰來了 漢里月邊修夏童禅大人 是夏學士 那請她進來吧 是 夏童禅敬見 臣夏童禅�叩見太后 起來吧 謝太后 我 下學士 有什麼事啊 臣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有什麼話不必吞吞吐吐 直接說吧 近日有件事在朝野上下傳得沸沸揚揚 臣盡不住好奇心起 便來求證於太后 外界有什麼傳聞啊 同仁們都在說 近日有人不失實物也不自量力 竟敢對太后年 親命胡瑞蘭 赴審浙江民安一事 說三道四 他們說的這個人是誰啊 當然是督察院的左都御使翁通和啊 這件事這麼快就傳到外邊去了 朝野上下無人不知啊 他們都怎麼說啊 那還用問嘛 輿論當然都是站在太后您這邊的 大家都說 翁通和這次被罷官降職是罪有應得 他活該啊 不對啊 我還沒做出什麼處理呢 怎麼就說翁通和被罷官降職了呢 事情明白著嘛 那翁通和幾番上折子 對胡侍郎 副審浙江命案一事恒加指責 甚至對胡侍郎的副審全盤否定 那胡侍郎是太后您指派的钦差大臣啊 指責胡侍郎那不就是指責太后您嗎 所以不管太后您對翁通和做出多麼嚴厲的處置 那都是理所當然啊 哦 你接著往下說 這件事本來臣以為僅僅是個傳言 可是聽說翁通和已經在家打好鋪蓋卷了 這才相信是真的 翁通和打鋪蓋卷 他打鋪蓋卷幹什麼呀 有人說翁通和上了那個折子之後 他十分地後悔 說他的本意並非是想指責 親差大臣不會辦案 只是這省這個案子 早就被地方官們上下起手做得 已經天衣無縫了 他是怕親差大臣一時難辨真假 所以 他的奏章是這麼溫和的口吻嗎 什麼胡侍郎和楊昌俊素日相好 外事嚴厲中存偏袒 還說什麼 胡侍郎本是個文臣 從未處理過行民事件 其受人牽制不能平反 本在意料之中 翁通和自理行間對胡侍郎是毫無留情 就這